副总统陈建仁卸任前不改大人哥的暖 把这场防疫功劳归给全台湾 卸任后陈建仁要重回来时路继续买手做研究 更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放弃卸任礼遇的副总统 陈建仁主动表明除了参加国家大典之外 每个月十八万卸任副总统礼遇金 还有办公室事务费 人叙跟司机 一年四百万经费他也不要 四年替国库省下两千三百万 我还是有我的办公室 只是那个办公室不叫做卸任副总统的办公室 中华研究院陈建仁特别研究员的办公室 谢谢 言下之意要找陈教授上中研院办公室就可以 看看过去现任副总统像是吴敦毅 每次公开活动至少四名随护 瞻前顾后保护 这些陈建仁原本说我不需要 但总统府考量安全 还是决定给陈建仁最基本的保护 会不会寄写述研究的这些可能性到中国去 我是没有领域的待遇 但是我是受到所有政府有关于国安的规定 应该遵守的我一定会好好遵守 不要卸任礼遇依旧遵照国安规定 不能去中国做研究没关系 从SARS到武汉肺炎 陈建仁有功却依旧不鞠躬 会会衣袖重回学术 历任副总统之罪 三联新闻游家伟陈家伟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